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摩根士丹利对苹果公司的边缘人工智慧Edge AI充满期待, 3月下旬发表的报告预测,该计划会重新点燃iPhone的销售增长, 帮助苹果在日益激烈的AI竞赛中后来居上。 与此同时,大摩Charlie Chong分析师团队认为, HAI计划最大的外部受益者可能是台积电。 该团队在日前公布的报告中表示,出于AI训练的考虑, 苹果公司对自研MR Ultra晶片的需求将会持续增加, 这可能会进一步增加苹果对台积电Info LSI封装技术的需求, 并抵消iPhone处理器订单的减少。 大摩继一步上调了台积电的目标价至860元新台币, 并强调了其对于全球AI供应链的重要性, 预计台积电将在长期内讨赢整个半导体市场。 就在台积电股价为787元新台币时, 较大摩的目标价还有近10%的上涨空间。 根据大摩最近对半导体供应链的调研, 台积电Info LSI封装技术的需求正在显著增加, 该技术主要供苹果的MR Ultra使用。 MR Ultra被用于苹果高阶Mac电脑并能进行AI训练。 大摩指出, 随着对苹果MR Ultra晶片的需求增加, 台积电可能会因此受益。 从2023年下半年开始, 多篇报道暗示, MR Ultra可能被用于大型语言模型LLM的训练, 这得益于其较大的记忆体容量, 比如最大192G统一记忆体和高达800G每秒的频宽, 与辉达的H100相比, 仅拥有80G的HBM3记忆体。 最近,苹果就LLM训练方面的重大突破发表了研究, 详细介绍了它在多模态、LLM训练优化方面的成果。 大摩预计, MR Ultra需求的显著增加将给台积电带来低个位数的收入增长。 这有望抵消, 由于苹果iPhone需求疲软, 而可能产生的300米晶圆订单减少。 另外, 鉴于云AI领域对高效能晶片的需求日增, 大摩认为, 2025年台积电晶圆涨价的可能性更大了。 大摩报告指出, 根据供应链检查, 台积电正与其主要客户商谈, 计划于2025年将晶圆价格提高10%。 尽管其他观察人士认为, 最终的涨价幅度接近5%, 但这种涨价的趋势已经变得更加明显。 同时, 鉴于苹果占据了台积电20%至25%的收入, 大摩小幅上调了对台积电2025年和2026年的收入预期, 幅度在1%至2%之间。 即从2024年到2026年, 台积电的每股收益EPS预计将从32.34新台币增长至55.84新台币。 根据台积电2025年的EPS, 大摩认为, 台积电当前16倍的适应率并不高, 股价极具有吸引力。 大摩预计, 未来台积电股价将重估至18倍的2025年预期EPS。 因此, 分析机构将台积电的目标价格提升至行业最高的860元新台币, 并再次强调, 台积电是他们覆盖领域内的首选股票。 大摩认为, 从长期角度看台积电, 将在人工智慧半导体行业中脱颖而出。 毕竟, 不管增长动力来源于GPU还是ASIC, 云AI晶片还是HAI晶片, 很可能都将依赖台积电处于领先地位的制造工艺。 因此, 与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中的其他股票相比, 台积电在人工智慧领域的增长前景显得更为明确。 与此同时, 三星致力提高3奈米GAA工艺粮率。 消息人士日前称, 其粮率提高到原来的三倍, 即3奈米工艺从之前10%至20%的粮率提升至30%至60%之间, 但这种表现仍然落后于台积电。 随着台积电, 今年积极将3奈米晶圆产量扩大到每月约10万片, 三星几乎没有机会, 赶上其代工竞争对手。 据相关报道称, 三星在其第二代三奈米GAA工艺上投入了更多精力。 根据爆料者Revenus的说法, 三星第二代三奈米GAA工艺在公号, 效能和逻辑区域方面都将有所改进, 且据说, 粮率与台积电的N3P节点相当。 到目前为止, 除了履行三奈米GAA工艺的加密货币, 挖广硬体订单外, 三星还没有其他任何更新来吸引更多客户, 这些公司决定在可预见的未来继续使用台积电。 早些时候的一份报告指出, 三星需要将粮率提高到70%, 才能重新获得高通等先前客户的认可。 近日有消息称, 三星晶圆代工事业紧追台积电之际, 传出三星在挖台积电客户, 有望拿到Meta下一代自研AI晶片代工订单, 将采用2奈米制程生产。 据报道, Meta与三星的2奈米代工合作案, 是在Meta执行长祖伯格访问韩国时敲定。 韩媒并引述匿名官员谈话指出, 祖伯格在与韩国总统尹熙悦会面时, 也透露Meta对台积电的依赖, 但目前情况不稳定, 主因台积电产能吃紧, 长远来看, 可能影响供货Meta。 另据海外媒体报道, 这家全球领先的半导体代工厂台积电的 300米制程产能, 备受苹果、英特尔和AMD等大客户青睐, 订单持续火爆。 台积电的300米收入也借此持续增长。 台积电一向对客户订单动态保持低调, 但据了解, 去年第四季度, 台积电300米制程的营收贡献已经占比约15%。 而今年, 随着大客户相继采用300米制程进行量产, 其营收占比有望突破20%, 成为第二大营收贡献来源, 仅次于5奈米制程。 在苹果的订单方面, 今年iPhone 16新机将首次搭载A18系列处理器, 同时, 最新的笔电自研晶片M4也将投入使用。 这两款主力晶片将在第二季度, 开始在台积电进行3奈米生产。 英特尔方面, 其Lunar Lake系列中央处理器, 绘图处理器, 高速Io晶片等, 也将在第二季度在台积电进行3奈米量产。 这是英特尔首次将主流消费性平台全系列晶片委托台积电代工, 为台积电今年3奈米制程的一大新订单来源。 此外, AMD也将在今年推出代号为Rivana的Zen5全新架构平台, 预计将大幅增强BI应用。 按照惯例, AMD将采用台积电的晶圆代工服, 并在下半年开始使用300米制程进行生产。 总体来看, 台积电3奈米, 载货苹果、 英特尔及超微等三大客户追单, 订单逐机看增, 预计将一路望到年底。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库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